下一位演员 他是 我先这么介绍 他来脱口秀大会之前 从未说过脱口秀 他来到脱口秀大会之后 也从未去我们的线下练习过脱口秀 他就在家待着琢磨 大家如果经常刷短视频平台的话 应该看到过他 他有一个账号叫老四的快乐生活 老四 这个很外界诈 老四说表现好 后边一团给变过 他胖乎乎的一个东北小伙子 他可以魔法很多人 魔法能力极强 而且在脱口秀 创造了一个脱口即兴表演的神话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脱口还是有口 让我们欢迎新人老四 大家好 我护兰 上次真的太好笑了 上次给我笑的这个衣服都是擦眼泪都擦得都滑了 因为上一次是即兴了嘛 有主题就会可能会局限我的这个发挥吧 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就像我拍照样的感觉 人和人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生活的一些积累吧 能表达出来 我觉得老四就是非常有可能超常发挥 然后模仿的特好 特别炸 他那种老四可能是第一 他身上的潜力太大了 别想太多没用来 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应该走的路 完了观众一看 差不多是那么回事 就是一手完事 老四如果炸了 爬活就很危险了 对 很危险 喂 大家好 我老四 好 好 哎 真有认识我的啊 哎呀 上一期PK赛挺残酷 其实嘛 大家都想找个软式的捏一捏 选择跟我PK 晋级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没想到我直接晋级了 他们没PK饶我 他们看我晋级之后 带定区腿选手 那表情都这样似的 只有晋级区的护栏 那笑声最真诚的 是啊 是啊 我就说 我就说 你按这条来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是啊 对 对 对 太像了 观众吃不吃啊 观众吃了 观众吃了 其实赛前我挺没有底的 但是建国还挺会假客气的 建国 假惺惺跟我输啊 太喜欢了 哇 发现了 太凶了 啊 太凶了 啊 这整活了呀 我咋接呀 我的天 是不是 我觉得 我看你那稿子 我觉得够用 你就按你那风格走 就行了 我说 你咱咋看的 我还没写呢 啊 完事后 李大人还给我含鲜几句 哈哈 太强了 好像我 鸡皮疙瘩的鸡人了 我 说脱口秀是什么样啊 比排断的有意思吧 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呢 我说啥呀 喝酒啊 这回回到主题赛了 我这首主题赛 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这不就是说我和我大姨夫的妹夫的事吗 那小欠我钱半年了 他和我说 我和他说保持联系 他和我说嗯 保持距离 刚开始关我借钱的时候态度老好了 老四啊 你手头宽不宽着 给我串一万块钱呗 我一个月就还你 哎呀 我说哎呀 那个 有点紧呢 不行 我先给你拿一半 拿五千你先用吧 到了一个月他也没还我 我去管他要钱的时候 我反而变得很被动 哎 我说长海 手头宽不宽着 你赶我那五千块钱啥还 哎呀 这手头有点紧呢 要不先给你拿一半 拿两千五你先用吧 下回就是一千两百五 拿来就是六百二十五 这辈子他也还不上我 我就寻思 收支鱼不如收支鱼啊 我赶紧拉他挣着钱吧 要不这钱还不上 我俩就成立一个公司 果然他也不跟我借钱了 这回改报销了 活也不干 公司的应酬完都得我去 我见过老多酒鬼了 第一种就是喝酒 好吹牛的 站稳 兄弟 咱哥们说心里话 这么长时间 女的我们怎么不能惯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心里话 哥呀 我最近媳妇感情不好 我想哭我都哭不出来 第三种最烦人 喝不多坐着就看笑会儿 再喝点就哭了 谢谢大家我认识 谢谢 后面有点掉了 不好学 差了差了 短了演的都 还是演短了 谢谢四哥 喜欢老四的朋友们 不要挖个位置投票 投票通道 还有最后三秒钟关闭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觉得也应该比鹏鹏低 肯定会低的 他的眼没有撑开 嗯 郭老师拍得很早 对 因为之前有线报啊 说是他可能会模仿我 然后我就紧张 然后我不知道他分寸和边界在哪 所以我想我早早给灯 他模仿我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恶毒 但是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事 所以因为啥呢 就是虽然说吧 就大伙都称为我为人类行为观察家 但是我跟龙老师确实没接触我几回 是 就丧回一回 是 天真之前看过他的短视频吗 他最早是大概两年前你跟我推荐的 你记得吗 对 对 他很早就一直赞赏你 然后跟我说我有一个叫老四的 短视频特别好看 戏特别好 他说你是天生演员 就一直推荐我看 我还专门搜了你的那个视频看 我觉得你确实是 就是天生带戏 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演戏 不要走上讲脱口秀这条歪路 是 我也 我就是来玩玩 其实 所以我就没拍灯 对 麻烦护感非常有神乐 那个很香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 张继姐之前看过他的短视频吗 我其实没有 对 第一次看他表演嘛 那以你对我们脱口秀大会的了解程度 你觉得他模仿的怎么样 模仿的 王建国挺像的 真的 对吧 对 我觉得我揣测一下 模仿你也挺像的 像的像的 非常像 我就是那样的 那个 刚刚老师最后讲了一个借钱的问题吧 这个 我估计这里最有这个困扰的就是你 我没有 没人给你借钱吗 我都不借 不是 就人家跟我借钱的时候 我特别真诚地告诉他们 我没有钱 不幸就去我们家看看我家的包 我怎么可能还有钱呢 好办法呀 张继姐遭受过这种痛苦吗 有些朋友我是会借的 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吗 我结婚了 这个真的是万能借口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很好用 那国老师聊一聊 欠钱 这个 但我脸皮薄 一般他们开口我就都不好意思 就不得不借 但这回带来一些问题是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欠了六个多亿 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欠我的 也没有那么多 比如几百万之类的 他就觉得 我还你也于事无补 我就何必呢 对吧 所以反正他也没有还的意思 你肯定有这个问题吧 因为你们这来了很多新演员 然后年轻的刚入职的 甚至还没入职的 他肯定会给你 对吧 你长得又好像是 很容易借人钱的样子 我的策略也很简单 就当丢了 就变了是吧 好在 这帮没出息的也借不了多少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 老四获得了两个领校员的牌头 我们来看一下老四最终的得票情况 四哥呢 就是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装进去 装是可以的 但是这好还是多来一点语言类的包袱 就是 夹旭夹义也不是这么说 反正大概这意思吧 他模仿到建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以为是后面会一番一番一番这样上去 结果他后面又讲了一些 他自己跟他短视频内容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当时看着那观众的脸上 我就感觉好像 他没看过可能就不太清楚 老四可能不会有多少票 没把观众带进去 有点可惜哈 没看 没展开 对对 打啥呀 挺好的这不 有这个是吧 太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四的排名情况 第五名 第五名 好的 第五名 进入安全区 表现非常好 可以这么做 一个非职业脱修演员 能达到现场上的这个 这么好的效果 也可以说 挺好 挺满意 其实前面也都很炸 他后面在讲那些的时候 观众有点听不懂 有点走声 老四哥其实更吃那种 上来的一股劲 大家接了就接了 就越来越行 人来逢那选手 都是这样的 那观众没接 其实他就越演越丧 最后就爬在地上 因为他虽然做短视频 是一个非常自身的 但是在脱口秀方面 是一个吸引人 所以表现不稳定 我觉得也不奇怪 我觉得他来这个地方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 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他确实不是一个 脱口秀的状态 他的磅膀比较安全 后面还没有什么能控制的 站不和脑子 对 就看他俩 看他只要有一个出来 也看他在了 是什么的 对